说起超跑比较多的地方,相信不少车迷朋友,应该都知道迪拜。 其实子亚洲有一位国王的车库,他的车库里超跑不比迪拜土豪差。 甚至法拉利还专门打造了一条为他造车的产线,他就是苏丹国王。 未来苏丹国王的车库,相信不少车迷朋友,应该都曾看到过一些。 曾经有一个关于他的纪录片,当看到里面的豪车时,还是让不少车迷朋友吃惊的。 据不完全统计,未来苏丹国王前后一共拥有了600多台劳斯莱斯,而像法拉利之类的超跑则也不少。 不过在苏丹众多的法拉利跑车中,有一款法拉利跑车比较稀有,那就是它。 这台法拉利车型,估计不少车迷朋友,应该都没见过。 这款法拉利跑车,被命名为法拉利FXS。 熟悉法拉利的车迷朋友,应该都知道带有法拉利FX字样的车型。 一般效能不是一般的强悍。 比如近些年的法拉利FXXK等。 这款法拉利FXS是法拉利,在1995年左右推出的车型。 当时不算是一般的量产车型,因为全球一共只有9台。 从该车的外观,不难看出来,当年法拉利F430等车型的印子。 而前大灯也从经典的翻演式设计,变成了凹陷式设计。 感觉跟当年的一般轿车差不多。 关于这款法拉利FXS车型的信息很少,小编也不敢瞎猜。 不过参考同时期的法拉利F50车型。 搭载的是一台4.7升V12发动机。 最大能发挥出。 最马力在520匹。 峰值扭矩可达470mm。 最快只需3.7秒时现破百。 而从这台法拉利FXS的内饰看来,似乎该车更偏向舒适一些。 没有赛道车型那样的激烈。 该车当年的售价在150万美元左右。 如今不知道有没有升值。 看里面都落了不少灰尘。 就这样停在车库里很是可惜。